同学们上课咯 欢迎来到多特瑞营养小教室 夏日炎炎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跟太阳有关的主题吧 你听过阳光维生素吗 阳光维生素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维生素D 为什么会被称为阳光维生素呢 是因为我们人体自己就可以透过足够的阳光日晒来自然的合成 维生素D对于我们的骨骼牙齿发育 神经跟肌肉的正常生理都有非常重要的功效哦 因为钙质跟维生素D是相辅相成的 它能够有效地提升钙质的吸收 所以啊如果想要补充钙 不是只补钙就可以咯 一定要搭配维生素D的补充效率才会更好 另外啊维生素D的功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多哦 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体质 生理机能帮助我们入睡 养颜美容 维持身体的健康 所以啊维生素D是人体绝对不可或缺的重要营养素哦 我们的身体啊获得维生素D的方式有三种哦 第一个就是透过晒太阳 但是注意晒太阳啊指的是在中午的时段10点到3点之间 每一次我们就要晒15分钟 而且一个礼拜要3到4次哦 这样才能产生足量的维生素D 每个人的身体透过晒太阳 转化维生素D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哦 比方像年长者 它本来吸收跟合成率就比较弱 而且台湾的天气非常的湿热 尤其是夏天 让我们在正中午曝晒15分钟 一定满身大汗 一般的人啊像上班族 能够这样晒太阳的几率真的是非常的低啊 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女生大部分都很喜欢美白 费尽心思的防晒 这时候反而会让我们更缺乏维生素D哦 这时候啊就必须从饮食跟含有维生素D的补充剂 来加强摄取我们的维生素D 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研究团队发现 如果我们能够摄取足量的维生素D 对于现在这个共存时代的自我保养 有很大的帮助哦 我们现在进入共存时代 更需要加强自己跟家人的防御力 才能让我们都维持正常的生活 而个人防御力的基础就是要让身体发挥正常的运作 前面说了那么多维生素D的好处 建议大家不要忘了补充油脂较高的鱼类 比方像鲑鱼啊蛋黄起司黑木耳跟菇类 以及含有维生素D的保健营养品 这样可以确保自己跟家人的健康哦 如果我们的身体骨骼是一个房子 钙质就可以比喻为砖块 那么维生素D就像是搬运工 所谓的铁离子就是我们的水泥哦 这些不同的营养素彼此合作 才能搭建出坚固的结构 这个就叫做协同作用 因此只单纯补充维生素D当然是不够的 我们一定要均衡摄取各种的营养素 才能打造出健康的身体维持正常运作 Dotory的全方位综合维生素 为我们完整补充一天的营养需求 精准足量的维生素与矿物质配方 可以提升我们的吸收效益 特别适合青少年成长 中壮年打拼 素食以及银法族的保健 可以全方位照顾您与家人的健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